四位老帝足下 去年十二月念二日 寄去书寒 量已收到 向皆似帝信 为前信小注中 误写二字 其诗此即复还 今亦望其所无与何以 诸帝写信 总云苍茫 六帝去年曾言南城寄信之难 每次至府院摘奏听打听云云 是何其淳也 静坐书院三百六十日 日日皆可信 何必打听听差行妻而后动笔哉 或送至提堂 或送至戴云家 皆万无一失 何必问了无设之斋奏听哉 若帝等苍茫 则兄之苍茫 待过十倍 将终岁无一字记家以 宋王五 诗第二首 帝不能解 数千里至书来问 此即虚心 于得信甚喜 若事事勤思善问 何患不一日千里 资令只写明忌口 家熟读书 于明知非诸帝所甚愿 人尽触诗无名诗可从 省城如陈瑶农 罗罗山 皆可未名诗 而六帝 九帝 又不善求义 且驻省二年 诗文语字 皆无大长进 如今我虽欲在言 堂上大人亦必不肯听 不如安分耐烦 既处礼斗 无师无有 挺然特立 做第一等人物 此则我之所欺于朱帝者也 西物元汪双池先生 一贫如喜 三十以前 以摇上为人拥公化碗 三十以后 读书迅蒙 到老终身不应科举 足注收百余卷 为本朝有数名如 笔何尝有失有哉 又何尝出礼驴 于所望于朱帝者 如是而已 人总不出乎立志有恒四字之外也 买笔赴回 须带公车归 乃可带回 大约辅是 愿是可带用 玄是则感不到也 朱帝在家作若能按月复至经 则于请述堂随道随改 不过两月 家中又可收到 书不详尽 于四续献 凶国藩首草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店主 monte發通 vot 照顾 都市便在此 地心 五岳